等一下 什么叫她以为自己痊愈了 我哥就是好了呀 她的指标确实接近正常了 但是 她这次去找卢安娜 她的精神状况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她确实 比以前容易亢奋容易激动 但是 那不是因为她已经痊愈了 可以去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 才会这样的吗 在你来之前 潘教授来电话了 他告诉我 你哥最近的精神状况 完全是因为前妻治疗 他药物的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 我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 你可以自己去问潘教授 但是潘教授告诉我 虽然她的身体指标接近正常 但是 离真正的健康还差得很远 换句话说 就是 回光反常 求颜 你怎么发呆啊 不吃点吗 不吃点吗 陈志遣 你怎么才接电话啊 还在睡着呢 怎么 累了 我看你今天出了一身的寒 赶紧洗个澡睡吧 我知道 我都洗好了 现在躺床上了 那就好了 那你先睡吧 晚安 等等 说你爱我 我爱你 亲亲 靳主任 徐小姐到了 让她进来 徐小姐 我已经跟潘教授 通过电话了 你相信我没骗你了吧 没有 好 所以你现在想明白了 愿意跟我合作了 其实之前咱们的合作 还是很成功的 你打算怎么办 不是我打算怎么办 是我们打算怎么办 邱炎小姐 你现在还相信 爱情比生命更重要吗 我不确定 你现在能说服你哥哥 要放弃陆安娜 跟我们回去吗 你有能说服陆安娜 跟你哥哥一起回马来西亚 配合我们治疗吗 这个应该可以 可是你要搞明白 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 唯一的只有 如果 陆安娜定期地给你哥哥输血 陆安娜她会同意的 可她父母会同意吗 肯定不会 可陆安娜如果坚持呢 我哥这次出现 已经让安娜的父母很反感了 好不容易态度缓和了一些 如果在这个时候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抢时间带她回去 徐小姐 这么巧 哥俩坐在楼上 你快上去吧 好 等一下 你会真心祝福我哥和安娜的吧 当然了 可是 我看得出来 你是真心喜欢陆安娜的 这不重要 不重要吗 重要的是 安娜她终于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觉得你就不能给安娜幸福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应该站在你哥那边吗 我当然站在我哥那边 只是 你既然这么喜欢陆安娜 怎么舍得把她共手相送呢 你这么说就不对 安娜是个人又不是物件 送来送去的 她有她自己的选择 好 我能做的就是尊重她的选择 你很奇怪啊 你不会是 又不看好你哥和安娜了 想要说服我查森安娜 不是的 我只想提醒你 如果有一天 安娜她真正需要你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你承诺的那样 全心全意地支持她 你能吗 我能 喂 哥 是我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金先生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过来的 但是他说 父亲已经原谅你了 他 他想跟你面谈 就在他住的那个酒店 房间号你是知道的 好 那我一会儿过去 我们一会儿见 好 进了吧 进了吧 谈得怎么样 好 非常地好 哪杯是她的 那个喝了一半的 你放心吧 药非常地好 无色无味 对 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对 对 对 安娜 志军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我从公司出来的 奇怪 她会去哪儿呢 她跟我说她今天要去研究所 没准现在也在路上了吧 可是她手机也关机了 关机 她是不是忘带手机了 或者手机被人偷了 你别急 我给她打一个试试 好 那如果你联系上了 你就赶紧跟我说啊 嗯 安娜 妈 怎么了 出去啊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昨晚几点回来的 差不多十二点吧 别那么晚睡 对皮肤不好 这不是还得拍婚插照呢吗 没事 婚插照都拍完了 娶回来了吗 我前天去娶的 赶紧给我看看 我还有点事 我改天给你看吧 不不不不 我这着急看呢 你不在这一会儿 快快快快 去去去去去 照得真好看 真的啊 还真是挺不错的 你看这看 这多好啊 好 嗯 不错 不错 你看你看这 多好啊 吓得多开心啊 好 哎呦 这张好 我最喜欢这张 你看看这多好啊 你别说啊 这林志娟还真是挺帅的 嗯 哎 对了 这马上在举行婚礼了 你这两天把她叫过来 咱们商量一下婚礼的细节 啊 妈 婚礼的事就你来定吧 不用跟我们商量了 我们今天还有别的事呢 哎呦 什么事啊 嗯 婚礼的事最重要了 要好好商量商量 多好 好 好 等我 好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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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